这是不能摸 现在种西瓜的用高科技了 您看钓起来的 我们之前种的话 就是放在地下随便拦 因为现在放在地下 看来它就是不卫生了 所以就这样钓起来 然后要拿个直接的剪 大家肯定没有见过 我生前的这种西瓜 因为这种西瓜 它的颜色就是黄色的 黄色的又也是黄色的 所以这种西瓜吃起来就特别的甜 它就熟了好吗 熟了这个 我问一下这个怎么知道熟呢 你知道就拍一下那声音 啵啵啵的响就熟了 对吧 这个从这里摘下来就带了 直接有个带了 好先进了 不像之前在地下那里 搞得脏兮兮的 还要回去要洗 这不用洗了 还要摘一个绿色的 一个红一个绿色了 让大家品尝 一个红色一个绿色的 我猜这个呢 应该有八成日熟了 但是不能够保证啊 因为这看不到里面 自己就带这个 这个带了 来 喜欢吃西瓜的 记得来找光哥 你稍微力气大一点 帮我 但那个皮不要把它 来 好 大家好 我觉得 爱 是 要颤抖 爷们儿要颤抖 让心中的泪淹没死海宇宙 爷们儿要颤抖 人生要颤抖 踏遍了天要海照永不回头 爷们儿要颤抖 爷们儿要颤抖 把事事非非纷纷扰扰 我叫青蹄 我叫木桃 乳买了 盘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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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人 這個像人家打電話嗎 打電話 在看三棟樓 3棟楼都是早起还来 是呀 又不在家 两个老爷的老爷子是死的 是呀 老爷的老爷是辛苦 有时候老爷是搭工作 那年上班之他现在带忙 不回来 哦 你3棟楼 1棟 那边是1棟 2棟 现在农村里的好多漂亮的房子 都是归一些老员他们住 年轻的到赶往广东 大城市里面去发展 老员在家里就是 比较孤独 比较孤单 自己在家里养一些狗 鸡 什么的 你看这边晒了衣服 所以我们有时间的朋友 要多点回家乡里边陪陪老人 陪陪自己的小孩 自己的父母 这边的水井就是用来洗菜 洗脚 什么的 这里的水也不干净 听到 闻到那个味道挺臭的 洗菜都不洗 用来洗脚 什么的 因为这边水都是在那边稻田里边 在那边稻田里边 有个水井 现在用的都是自来水 用来洗脚 你看这些稻田又准备得大丰收了 大丰收的时候 在外面的年轻人 他有时就会回来 有时如果不回来的话 就叫一些收割机 然后就帮我们收割 就花点钱就算了 今年给到两个年 差了给了 今年差了高 差了高 过两年就必须要打算 哎呦 你有工工工吗 到时我过来 唱给小锅 到时跟我来 哪像高 跟我 哎 我都要是和我再过来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你它就靠养些鸡 还有一些鸭 还有一些狗 啊 就这样陪伴老人了 你看农村孤独的老人就是 那么的不容易 哎这个鸡在这里 不知道他干什么 哦 这是生蛋的 这鸡为什么要喂起来呢 因为它生蛋了 到处跑 找不到它的鸡蛋 所以就要把它盖起来 还能跑 哎呦 真的很可惜啊 搞得这么好的别墅呢 就是老人在家里住 好了 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光哥的视频 欢迎给光哥留言 谢谢大家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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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出去调物 马上就不用笑话来的 一家里都不笑话来的 他还真低级 还要离开我啊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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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一下 对 他回头 我们回头 哦 这样就漂亮 我还以为用手调的 以前是用吗 还有一种是用手摇的 像我来的吗 你让我来的 嗯 哎呀 还真是 这是一场超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柿子皮 柿子皮有什么用呢 主要的作用就是紫屑 你可以喂猪 我给你拿四季的野骨来的 你看你们说可能你拿一样的柠檬子铁啊 好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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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